HELLO 聊四季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瑪雅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這兩位選手是知名的HART對上MBL 先來看一下藍方選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一開始需要點織布技術 所以他在前期超名不太容易被抓掉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那瑪雅人的話最大特色是 工兵減免費用非常多 後期有這個黃金國老鷹 100滴血可以打 還有這個散彈戰毛可以使用 瑪雅人自願的永續庫存也是比較多一點 每個自願都會多5% 在前期這個肉可以吃更久一點 連這個豬肉 犀牛 鴕鳥 斑馬 都是 後期的礦吃得久一點 也是對他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一個 先天條件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賽特人 賽特人的話是全遊戲裡面 速度伐木最快的文明 賽特人攻擊速度快之外 還可以點下金冠技術 賽特狂熱 增加工程器的血量 但是要注意一點 他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後期要打重頭 或是衝車奴炮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對方的火炮 再來呢他的步兵科技 算是很OK的 基本上是全滿 那他的血量也是最多 不是不是血量 跑出最快的文明 所以賽特人 通常要打騎士的情況下 會比較建議打這個寶兵 松藍武士 松藍武士是跑得很快的步兵文明 那我覺得賽特人用法 算是挺好用的 那盡量不要去打他的遊俠 雖然賽特人有遊俠 但是有這個三防跟這個品種 但是這個出起來 其實是不太划算的 還是比較建議出這個松藍武士 去打就好 好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那賽特人這個文明 雖然說他是步兵文明 但其實他也是可以打工兵開局的 因為他伐木很快的關係 所以木頭或血量很快 基本上木頭不太會斷 打工兵也是OK的 那城堡是在打奴兵 那帝龍時代在打步兵 會比較適合賽特人的一個做法 那賽特人還有一個很強勢的打法 就是這個生頭戰術 生頭戰術對賽特人 也是獨一無二強 因為攻速快 然後勝利招響 就可以招響對方騎士 然後再出一些槍兵防守 也是非常棘手 體動速度又快 所以賽特人算是打 生頭非常適合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地圖 地圖的部分是由MBL 前面這邊比較好圍 那我覺得是有點偏天圖 尾的部分不會太誇張 而且算偏好圍 雖然左邊這邊是很大 當然只要圍起來的話算是 快要監禁天圖的地圖 目前看起來至少有70分起跳 7、80分 來看一下瑪雅 瑪雅的話金光在後方 果子在前方 這個地圖跟MBL比起來相差甚遠 這個就有點難守 而且果子區也在前面 墓區也比較稀疏一點 都在後方 前方很薄弱 防守成本可能會高一點 可能要這樣子稍微小圍一下 這裡圍到底 然後這裡稍微圍一下 圍一下 TC圍一個長長這樣子的距離 那這邊果子就遺漏在外面 就會比較難吃 這個果子 MBL這邊打的是兩棒棒前期燒 這邊棒棒移動速度到了封建時代 就會提升了 變成1.03 剛剛是0.9 這邊棒棒稍微互打一下 槍兵過來 槍兵跟冥兵只差了一攻 所以有時候數量過多的情況下 可以稍微互打一下 但打久了 這個冥兵還是可以打得贏的 棒棒努力敲對方的長槍兵 兩邊超度秀得還不錯 尺後血量掉很低 剩18滴血了 這邊攻兵即時出來 射一下把一隻棒棒給收了 再拉一下村民來反打 MBL打得相當冷靜 應該是HOT 不是MBL MBL的發揮算是正常 沒有太大的失誤 這個交換可以接受 但沒有騷擾到任何經濟 算是蠻虧的 好 那MBL決定要來打工兵 毛兵也過來了 可以收掉對方的工兵嗎 哎呀都殘血跑掉了 MBL家裡又趕快圍死了 後方這裡也是 左邊這裡圍到底 但他這裡沒有探好 他不知道右邊就是木區了 這個就是地圖沒有探乾淨 但也不算乾淨 他反而應該只會探到這個位置 並不知道這裡有木屑是很正常 我們這個是上帝視角 好 工兵正往右走 不知道會不會發現 右邊還沒有圍好呢 MBL這邊大圍 趕快再拉到三隻村民 想要直接圍死 但工兵直到這邊就停了下來 沒有繼續往右邊走 這邊直接爆圍一波 很緊張很緊張 好 那MBL這邊打算圍死要來上城堡時代了 這個毛兵稍微按一下 剩下一隻一射 就可以守住了 好毛兵跟工兵繼續到外面巡邏一下 好 哈特知道他的工兵過來了 稍微退一下 這邊用少量的老鷹加工兵守住 好準備也要來到了城堡時代了 工兵的東西圍好 好 塞爾特人待會有要打這個聖頭嗎 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選擇打法 因為城堡時代算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個時期 兩邊的選擇打法會影響到他們後期的轉兵 或是中後期的一個兵種選擇 結果塞爾特人這邊轉出了裝甲步兵 完全沒有猜到 裝甲步兵點一下攻擊 來打常見兵路線 那常見兵打法是很好打對方老鷹的 老鷹是很害怕民兵系的 常見兵一出來雖然對付對方的工兵會比較難受一點 但如果自己轉出毛兵配上賤兵 常見兵的話這個打法也可以 甚至不出這個戰毛兵 直接轉打奴兵或是工程系 對塞爾特人也是蠻OK的 常見兵配奴炮投車 這類打法 那由於這邊毛兵很多的關係 跨到十隻 所以這邊還是先點一下戰毛兵的升級 可以及時反制一下對方的奴兵 但這邊快會挖穿了 這邊不能再繼續挖了 到了右邊繼續挖 左邊這邊可以考慮開TC 後面這個位置 後面這邊都是高地 可能開不太起來 蓋個法木場還可以接送 弩兵這邊互射一下 常見兵沒有繼續出嗎 沒有要升常見兵 決定出了兩隻裝甲步兵下下對手 麥亞這邊轉出了投石車 想要嘗試潛壓 欸 常見兵還是補下了 哈特可能以為對方只是在虛張聲勢 但是這邊看到更多裝甲步兵走出來 他應該就覺得不是虛張聲勢吧 而是要動真格 頭車配戰矛 兩邊村民都是42村 哈特瑪雅 這邊轉出了英勇士的升級 上方公兵也是走過來 公兵應該是不會升奴兵了 奴兵現在升級蠻貴的 不能隨一點 正好常見兵 這邊直接砸掉哈特的一台頭車 砸得還不錯 這邊看到主力要回頭救一下嗎 回頭救一下比較好這感覺 現在左兩邊都著火 常見兵直接倒地 弓兵也會被換光 這邊可能會有洞 哇 洞被打了一個出來 常見兵即時來砍 但就不太到 速度還是老鷹跑得比較快一點 好 MBL這邊要稍微轉一下農田了嗎 開個TC之類的 但非常缺木 現在要支持農田的關係 打第二輪農田 所以木材不太夠 那哈特這邊已經開出2TC囉 他已經偷偷再農了 但是MBL這邊已經點下2防 這邊2防又有軟甲技術 常見兵有4防 那弓兵現在是7攻 射一下常見兵只有3滴血傷害 好 老鷹直接收掉頭車 這裡相當關鍵 沒有頭石車的話 馬來亞的弓兵就可以進行輸出了 稍微射一下 砸了一發 哎呦 砸到一個大碗的 有點慘 但是他躲掉大部分的石頭 再打一發 打掉了一隻戰毛兵 其他戰毛殘血 放在頭子車裡聚集 TC開在前線的位置 這個位置偏危險喔 很容易蓋起來 三頭車直接拆掉 是有可能的 但是薩爾特人這邊有 工程器優勢 攻速加成 所以前線補一個BK 工程器製造所會比較好 這樣才可以抵抗對方的這個青頭 硬砸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頭車又看到正毛兵 直接拉走 好 常見兵想要自己打嗎 但是這邊有預判喔 沒有直接硬砸 右邊這邊只剩下一隻單位 少量勞鷹在右側想要偷打 好 這邊頭車大戰一吐即發 殘血 噴音飛了過來 常見兵直接往前瞄回頭 但這邊直接拍在地上 常見兵血量掉很快 頭車會被砸掉一發嗎 沒有 兩邊頭車保留得很好 哈特這邊瑪雅損失了四隻勞鷹 而且這邊有點撞TC 損失了一點 唉唷 這個頭車砸得漂亮 遇犯到了位置 頭車砸一發 波速加成 可以換掉一台 現在二打四 NBL換掉兩台 非常漂亮 好 二換三 哇 二換四 大成功 NBL這波頭車交換非常的 堪稱藝術的畫面 好 漂亮漂亮漂亮 這打得非常的有 有Feel 好 那MBL 現在已經拿到一定的優勢了 現在可以開出TC 開是NO 對 那我們之前講解說到 在你沒有確保 拿下這些優勢之前 不要輕易開下第三個TC 很容易被對方一個暴兵 直接打回去 甚至頭車直接砸爛所有TC NBL這邊打得非常保守 那哈特這邊也是 沒有輕易開下第三TC 這邊被凡打回去之後 也是稍微再暴兵一下 然後展出了自己特色的兵種 瑪雅羽 羽毛劍射手 這個羽毛劍射手 雖然對戰毛兵還是有點害怕 但是打這個步兵單位 可以進行風箏還有攻城器 那攻城器主要好打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馬攻屬性的 因為跑速非常快速 可以利用這個V陣 適死了可以躲掉對方的投石傷害 好 那這邊一台投射出來 直接被換掉 這邊就是高地 所以這兩邊戶頭的情況下才會殘血 這就是高打低的一個很重要的優勢 這位拿個魚村來修理 OK 有 好 高地在蓋出一棟城堡 瑪雅把自己的領地營守得還不錯 兩邊蓋一棟城堡喔 右邊的話會比較危險一點點而已 好 這邊投射過來要小心喔 這個要接近這個射程就危險了 躲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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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還是被射掉一台 這就是殘寶的可怕之處 一個沒走位自己就損失了一台 投石車 一百三十五斤就沒有 好 投石車這邊繼續開閘 好的 這邊點下地龍石彈 MBL這邊還在龍 跑車砸一發 能偷到嗎 沒偷到 OK 就不是被換掉了 哇 哈爾特這邊心態應該崩了吧 MBL頭車好強啊 這個MBL怎麼輸 頭車怎麼打怎麼輸 對不對 這個正不會是沙漠之王前四強的選手 跟我一樣啊 MBL應該是十拿九穩喔 這場怎麼輸我不知道 現在77吋打78吋 MBL稍微領先0.5吋左右 好 4TC補下 但現在瑪雅有這個時代上優勢 但是也沒有城堡好工程 所以待會瑪雅以上地龍石代 可能會先直接轉這個大量的老鷹喔 直接老鷹飛一波 或者是直接轉出瑪雅射手 這個精銳升級 也是都有可能的 好 這裡先存一波支援 繼續炸 再一發 OK 把生物給炸出來 瑪特人家裡著火了 瑪雅射手直接直擊 家裡沒有足夠的戰鬥兵可以擋 好 這裡點下了二級弓兵卡一架 好 瑪雅這裡還沒點彈道血 看到台點 有點晚 好 那目前看到 對方的勝刀地龍石代 MBL這裡也不演了 直接上前砍了一波村民 村民損失掉了一些 好 母兵也是到處走 這裡有台投資車守住 左邊戰鬥兵直接跟對方的 寶兵互打 好 戰鬥兵化學也不下了 三級射已經好 好 這個TC能守住的話 瑪雅就有機會 好 瑪雅今天這時候嘗試想要輸出 這頭一發的投資還是回家了 好 正面 瑪雅 攻擊力開始起來了 打戰毛兵傷害也起飛 好 投資車結果沒有解掉啊 羽毛劍射手還是嗅到了 這應該是被城堡射爆的 這個投資車 好 這邊串燒一下 把羽毛劍射手給憋回去 好 瑪雅這邊打機動戰打得還不錯 但這邊MBL又投到了一發大碗的 四個攻擊手直接倒在地上 上方串燒有點送兵 帕特這邊送的不太好 OK 這些全部被解掉 剩下右邊的這一坨奴兵 奴兵能秀得掉嗎 V陣 來不及直接被點掉 哇 這邊村民要跑了 還拿大量的奴炮往右走 還有戰毛兵 家裡這邊沒辦法繼續攻城了吧 剩下一台投資車 怕繼續打下去也是很容易被換掉 現在先鎖住家裡 現在是87穿打97穿 MBL還有10穿的優勢 但是現在時代落後於人 喔 還是找個機會 趕快點這個帝王時代 這裡有一村又倒地 好 奴炮直接被射掉 差不多可以點了 帝王時代趕快印 點下帝王之後 補下了一棟城堡在左邊的高地 想要來守這塊金晃 先把正面搞好 然後他才會從右邊慢慢出去 好 這一坨奴炮 輸出到了非常多的奴兵的傷害 哇 這個奴炮來不及修 村民直接在半路停了下來 但是剩下少量的戰毛 是有機會把對方的奴兵全部收光了 全部都殘血了 好 這邊本來是想要蓋城堡嗎 怎麼村民走出來了 這個好像是幾點射錯 哈特這邊損失了一些村民 好 正面也蓋起了城堡 想要把城堡慢慢往前蓋 開除出界形托使機 好 點下了金銳瑞的羽毛劍射手 好 這一波進來 奴炮完全擋不住 很難受 村民又被射11隻 村民術稍微被拉近了 91對101吋 差距約10吋而已 好 但正面這邊直接撞TC 吃到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這邊村民想要稍微微一下 同時直接被射爆了 哎呀 這個瑪雅的羽毛劍射手 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很抗箭矢 基本遠方就有2了 所以抗TC的傷害是非常好用的 這邊用少量的長劍兵 搭配戰毛兵想要反壓回去 當然他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跟自己的移動速度 直接風箏掉了這些長劍兵 這個風箏只是原地倒地 也直接射掉了奴炮 精銳的 寶兵 傷害是很高的 現在有9攻了 雖然比奴炮少了1 強奴少了1.3 但還是可以用的 只有對付遊俠單位 會比較無力感 比較重一點 不然打其他的傷害是蠻高的 好 回到這邊 這邊蠻有射手 避浪繼續出 這邊升到地獄王時代的MBL 要怎麼做反制呢 在前線蓋一棟城堡 但是後方依舊在著火 MBL應該不會被 蠻有射手給秀爛吧 三級防也要點下了 我的天 這個三級防點下之後 坦的要命 TC射一下 只有一滴醒 癢啦 用弓箭手扛TC傷害 敵感性 這就是 瑪雅的弓箭手 OP之處 剛好MBL 家裡完全沒能擋 戰謀兵按的不夠多 現在到處騷擾 正面頭子車也開始在拆了 雖然兩邊都沒有火炮 所以誰出中頭跟 重型奴炮 誰就有優勢 這是瑪雅的弓箭手 這個是個例外 這個人可以用他的跑速 去秀對方的工程器 你看 這樣又秀掉一台頭車了 瑪雅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賽爾特人這邊如果要打贏的話 可能要轉點鬆爛武士去運追 或是轉點重型器械 好 有轉了 轉出中頭 那中頭要擔心的事情 一發的話是打不倒 瑪雅與射手 因為他有65滴血 一發只能打50滴血 可能要兩發才能全部殲滅掉 那如果被對方秀的話 這個中頭效果其實也不太好 所以MBL現在很煩惱 要怎麼解家裡這些弓箭手 加上少量弩炮跟少量的頭子車去撿 都可能會被對方秀操作給秀光的 好 瑪雅這邊偷偷撿了幾個聖物 第三個聖物也要準備回來了 102層 對上104層 兩邊聖物稍微減慢了一點點 好 三巨頭直接開啟架了起來 但又取消掉了 瑪雲之中城堡建立起來之後 就可以來挖這邊金礦 那現在野礦都是被瑪雅拿下來 再來賽爾特人這邊很快 就要缺資源囉 集中性來說也是不急於瑪雅人 瑪雅人這邊不管打什麼 跑都非常快 這邊稍微把這個戰場清理一下 開破一下 攻擊區 這邊弓箭手到處鬧 哇 還沒解乾淨 後面這邊村民也是縮在裡面 14村一直沒在工作 被封鎖的感覺非常難受的 那為什麼有人會說 不出這個戰毛病來打 因為賽爾特人沒有三級射 沒有三級反 出戰毛也是很容易被換掉 所以只能出這個松爛武士 或投石車或重型奴炮 去反制喔 會比較有效果一點 除此之外 你要去反制掉其實真的很困難的一件事 好 家裡的內患中解掉 聰明中會出來工作 右邊還有兩隻 我在這個邊邊角角 非常的危險 好 兩台巨猴又架了起來 好 這些工兵一直在打這些木牆 一直想要吸引對方的注意力 想讓他把兵派來這裡 然後再把後面的兵往前派 再繼續投射 有沒有 兵一走 他又出來射 MBL這裡好慘啊 一直被弄啊 好 這邊老英想要來解 結果解了兩台巨頭 還不錯 麥爾人這邊點下了黃金國 老英待會來到了100滴血 那如果對方是打老英的情況下 塞爾特人要趕快把自己的攻擊力全點滿 雙藍武士現在只有11攻 傷害還沒有到非常完美 好 這裡嘗試用軍銀投射機去打對方的老英 這邊能夠直接用投射車砸掉老英嗎 這邊直接分了三隊 直接砸酒砸掉自己大隊的雙藍武士 哎呀 恩別龍 傷敵100 傷敵50 自損100啊 恩別龍打出了狙擊 這是我我也會心態炸力喔 我們回去看一下 看這有點好笑 對不起我笑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團 火車砸一下 哇 自己的送兩次討告 結果老英還活著 撕撕我也不行啊 這個 這個心態真的炸裂啊 這也是哈特這邊打得好 確實啊 他打得很好 後面這邊喔 打得十分漂亮 還這邊偷拉具有偷拆TC 後面全部爆開了 後面這邊也是各種8VQ 來看一下經濟 經濟部分是有瑪雅贏到拳手 MBL的村民術落後太多了 那我覺得這一個影片 算是蠻好的一個瑪雅教學片喔 這季的瑪雅影片可能有點多喔 但沒有辦法 大家都在練這個瑪雅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要為了一個新地圖 而做一個選擇吧 瑪雅在各式地圖來說 都不太弱的 除了海圖之外 其他地圖來說 都是非常泛用的一個文明喔 如果大家想要打一些特殊地圖的話 瑪雅算是一個全能型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忙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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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